高華雲入住的酒店負責人 道家村長期有8個警員駐守 相信綁匪是在他們出外巡邏時趁機作案 他説事發當晚有人持重型武器闖入酒店 行動迅速 很快就將兩位置家庭宣布 當時出新聞片次序配合我媽媽現在在洗手間 搞這些暗示招勵人組才對她的地獄精神病院 多得 中心武器 那來很快的那幾分鐘 不到一分鐘她就把人放上船 然後就開走 我們的員工就